大家好,我是爱说真话的Tiger 万万没有想到,半个月前发布的天玑9200PASS 居然在前两天的哀哭发布会上,又重新发布了一次 也是再一次勾起了Tiger对天玑9200PASS实际性能表现的好奇 那么,发哥这回,真的站起来了吗? 话不多说,马上和Tiger一起来盘 参数规格 两位选手的CPU规格,想必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第一位选手,骁龙8G2采用的是,经典1加2加2加3架构 具体为,一个3.2GHzX3超大核 两个2.8GHzA715大核 两个2.8GHzA710大核 三个2.0GHzA510小核 而联发哥选手这边,采用的还是天玑9200上同款的1加3加4架构 只是这次,一向浓眉大眼的发哥 又信奉起了古老传说大理初奇迹 来了个集体飞升 超了10%的频率 具体为,一个3.35GHz的X3超大核 三个3GHz的A715大核 以及四个2GHz的A510小核 GPU方面 骁龙8G2搭载的,是高通自研的Jano740 而发哥天玑9200 Plus搭载的 同样是超过频的一毛涛里斯G715 大家可以细细观看 如果是单纯的评价数字和参数 那很显然 天玑9200 Plus的配置 还是要更好看 更积极 跑分测试 落到实际跑分 搭载骁龙8G2的红米K60PO 虽然最终的跑分成绩 不像旧版 也就是V900安兔兔的绝对碾样 但发哥还是以微弱的优势 超过了骁龙8G2 至于JicoBange 同样的 天玑9200 Plus也是频靠着超频 略微盖过了骁龙8G2 成功拿下 目前最强安卓手机处理器的称号 但这个参数终究是理论上的 而这个跑分终究也只是纸面上的 所以话不多说 游戏测试 很显然 像王者荣耀这种小游戏啊 现如今 已然填不保天机 骁龙这两家旗舰大获 半个小时测试下来 二者的成绩 也是不分上下 都是压着屏幕的极限刷新率120Hz 贴地飞行 既然王者都这么没意思 那我们 还是测一测原神吧 天机9200 Plus的表现 也是不出太个意料 3.7版本虚米野外跑图 风怪就大 半个小时测试下来 9200 Plus的平均帧率 达到了59.3帧 整机功耗 在5.4瓦左右 至于隔壁的骁龙8G2 成绩也很不错 在同样的测试场景之下 轰密K60Pro的平均帧率 也跑到了非常牛败的59.7帧 但它的整机功耗 却达到了竟然的6.3瓦左右 这般看下来 法哥用更低的功耗 跑出了和骁龙8G20分接近的成绩 按理来说 法哥这肯定算赢 对不 这但凡上过幼儿园的人都知道 能量不会凭空产出 自然也不会凭空消失 靠超频所得到的性能 自然也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呈现 没错 就是热量 先不说兔兔伯爵跑分的时候 法哥温度就已经有点失控 整场测试跑完 二者就已经拉开了20度的温畅 考虑到各家的内部设计都各不相同 安兔兔这个温度值吧 咱们看看就好 仅供参考 真要看温度情况 还得回到咱们的性能评测M 半个小时的原神实测下来 iQOON8 Pro的机身温度 就达到了45摄氏度 反观隔壁的调度 同样激进的红米K60 Pro 好家伙 也是个卧龙凤厨 44摄氏度 至于大家最关心的血行 由于变量难以控制 再考虑到 红米K60 Pro的屏幕分辨率 也是和iQOON8 Pro 有比较大的区别 所以血行对比部分 太过就暂时不测了 大家要是真想看的话 不妨可以再等段时间 等到同样搭载 1.5K分辨率 同样是机械版的 一家SR Pro 正式发布之后再测 OK 也是时候来总结一下 这次全新推出的 天机9200PASS 确实挺猛的 不论是性能方面 还是游戏体验 都不愧于旗舰芯片的称号 即便从严格意义上来说 天机9200PASS和 骁龙8G2 并不是同一代的芯片 但作为普通消费者 说实话 我也是很高兴 能够看到这样一位 有资格和骁龙同台较量 甚至部署的选手的出现 一方面 形成了经典的粘余效应 让我们机圈 不至于化成一滩死水 另一方面 也是利好人 作为消费者的我们 在购机时的选择性更多 但正如Tiger一直所说的那样 发哥目前最缺的 根本不是性能 而是厂商们的优化 纵使阿兰 阿里每逢新机发布 都会拉上发哥一同上阵 但放眼整个手机市场 显然 还是搭载骁龙处理器的手机 更占大头 再加上发哥的发挥 总是不大稳定 十分玄学 一会儿倒吸牙膏 一会儿牺牲功耗的 久而久之 也就让包括厂商在内的我们 既担心发哥不来 但又担心他会乱来 但有一点 想必大家都不会否认 那就是 就算我们没有身体力行 买发哥的机子 但我们都不会再想回到那个 彻底被骁龙垄断的日子了 那么最后的最后 回到最初的问题 发哥这次真的支撑起来了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 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